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4月9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能演的会员网站开通了 域名是3w.财经能演的全篇.com 里面可以收听能演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欢迎大家订阅 今天这期节目啊 我主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中国三月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大跌的问题 而且三月份呢 全国一线二线城市二手房的挂牌量啊 已经涨了很多 现在出现了一种抛售潮的架势 那么在这期节目里面呢 我将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 以及2020年之后 中国楼市的走势 以及房产投资的一些建议 近日呢 三月中下旬开始 中国一线城市的几个局部地区呢 就出现了新房抢购的这样一个苗头 当然这里说的是新房 不是二手房 大家注意 比如说深圳土豪戴口罩抢房 北京二十分钟卖掉八百套房 苏州十二亿房源 六十秒抢购一空 杭州在线万人摇号购房 像这之类的标题的新闻呢 在媒体上是层出不穷啊 开发商利用集体认筹 请托排队 先认筹 后取消 打折促销等手段呢 来制造这种楼市狂欢 吸引买家 可以说这是一种惯用的手段 然后呢 他就利用媒体和中介的宣传 在全社会就制造一种 楼市回乱 在抢购 这种假象 谁都知道 过去一百天 正是全球经济最难熬的时候 这场冲击呢 可以说远远超过了2008年 虽然中国现在的灾情有所缓解 但是现在可以说还是暗流涌动啊 随时可能在全国面临着 二次爆发的问题 中国的内需和外贸受到的冲击 也是一场之惨烈 欧美灾情加重呢 也进一步让中国的经济开始恶化 工厂倒闭 工人大量失业 消费能力呢 骤降 今天呢 居然看到了 湖南怀化教育局啊 他强制的从教室的工资里面扣钱 让教室来消费 看到这条新闻 可以说是非常奇葩 大家想想 中国的消费啊 惨到了什么地步啊 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之惨淡了 需要通过从工资里面 强制扣钱来消费 来刺激消费 在这种购买力普遍下降的大环境下 如果说房地产还能一枝斗锈 屡创新高 我觉得基本上里面忽悠的成分就非常之多了 就算是局部出现商家促销式的想购 也不能代表价格在整体上涨 也不能代表全国整体的态势 俗话说 多烂新邦 多眼穿邦 那么三月份的楼市数据呢 现在是终于出来了 就算是这种经过官方美化的数据啊 可以说还是非常之惨淡 看不下去啊 让人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中国三月份楼市的数据 因为大家不管怎么说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啊 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就算和他以前公布的数据 进行纵向的对比 他也有参考的意义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这些数据 不看的话 完全靠猜 大家也没有一个依据 对不对 中国房地产协会 他在全国公布的房产行情数据就显示啊 三月份有121个城市的房价 是环比下跌的 是二手房的房价主要是 那么环比呢 也是说针对二月份是下跌 从总体上来看 房价下跌的城市啊 比例不算高 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啊 四大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三月份的二手房价是 全部下跌的 其中呢 上海下跌了 百分之五点八五 位居中国四大一线城市 跌幅榜的榜首 平均呢 每平米下跌了 三千四百多块钱 也是在全国 跌的最多的 大家都知道 二月份是中国灾情 最严重的月份 三月份呢 都已经开始复工了 那么三月份的情况呢 应该是在缓和了 但是三月份的房价 比二月份的居然都还得下跌 可见呢 三月份的楼市 惨淡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在开发商和中介 以及媒体的集体炒作之下呢 虽然三月份深圳 很多地方啊 出现了说 戴口罩抢房这种现象 但是三月份呢 流贯全国的深圳 最终还是败在了数据面前 中国房价行前网的数据就显示啊 深圳三月份二手房 平均单价是多少呢 七万一千七百九十块钱 依然位居全国的低位是最高的 它的环比下跌了多少呢 百分之一点二一 平均每平米下跌了八百七十九块钱 大家不要小看这下跌的八百多块钱 因为深圳 不管是在全国 还是中国的一线城市里面 它都是具有标杆性的意义的 它的楼市啊 是非常强健的 那么深圳都开始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二一 大家想想 其他的城市就更惨淡了嘛 对不对 除了深圳之外呢 另外三个一线城市 北上广三月份的二手房平均单价 也是出现了下跌 刚才说的上海是大跌了百分之五点八五 而北京呢 下跌了百分之二点八五 广州呢 下跌了百分之三点六三 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啊 同时下跌 可以说这种情况啊 基本上是很罕见的 除此之外呢 福州 北京 厦门等城市啊 每平米都大跌了超过两千块钱 可以说这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几个城市 从环比的跌幅来看呢 像三四线城市 它的跌幅也是很大 比如说像四川的广园 三月份二手房 它的均价跌幅最大 达到了百分之十四点三六 另外呢 像中卫 丹东亚安等城市二手房 它的房价呀 跌幅也超过了百分之八 在七十个大众城市 统计榜的跌幅中呢 丹东它的跌幅是最高的 达到了百分之六点八 另外像福州 上海 厦门 大年等城市啊 也是跌幅非常的大 排名比较靠前 在一线城市啊 都大跌的时候了 那么杭州这个二线城市的龙头啊 它的风头还是非常的近的 连房价可以说也是咄咄逼人 三月份杭州的二手房 它的均价达到了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一块钱 环比是上涨了百分之十一点五六 这个涨幅有点大 每平米涨了多少钱呢 三千二百六十五块钱 它是位居全国房价上涨榜的榜首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上涨的情况啊 我在前面一期节目里面都已经讲过 那期节目也是做的 说有几个城市在上涨的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房价的变化 可能更多它只是结构性成交的原因 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继杭州之后呢 南京的上涨幅度也是不错的 是位居上涨榜的次席 三月份的二手房的均价呢 就达到了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一块钱 它的环比上涨达到了百分之八点一六 每平米上涨了两千三百九十三块钱 从环比涨幅来看 十四个城市二手房的均价环比上涨都超过百分之十 你像襄阳一春两个城市的上涨超过百分之二十 像同川赣州黑河等三个城市上涨超过百分之十五 七十个大宗城市中啊 襄阳赣州京华杭州等城市 它的涨幅是前四名 烟台长德兰金等十一个城市的涨幅超过百分之五 我们知道因为二月份中国的楼市是非常之惨淡的 不管是它的成交量还是它的价格都是非常之低 那么上面说的都是环比的价格 就是说三月份和二月份的价格相比 那么三月份比二月份下跌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三月份比二月份上涨了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对不对 二月份是最惨淡 那么你三月份比它稍微的涨一点 也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 所以总体来看 三月份全国的一线城市是全部下跌 跌幅还是不小 大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也是在下跌的 而且上涨的只是占非常小的部分 再说三月份和二月份比较上涨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全国各城市二手房价格的涨跌 能一见程度上说明中国楼市的气象 但是成交量更能说明情况 更具有代表性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面对售楼处关闭 居民减少出行 供地延缓复供的新格局 全国各地的新房成交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数据就显示 2020年第一季度 全国66座大中城市新房成交套数 与成交面积了 分别是4247万平方米 37万套 同比分别下滑了 30.7% 这其中一线城市成交套数 同比下滑近4成 二线城市下滑34.9% 三线城市下滑了17.1% 新房还可以在网上进行 网上卖房和打折促销 这样缓冲一下 那么二手房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了 2020年开年以来 各大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 接年创出了新高 那么这背后的信号 可谓是不言而喻的 说直白一点 就是说很多人在抛房子 在排队卖房 我们看一下情况 根据安居客的报告 三月份全国新增挂牌房源量 环比上涨了192.2% 一线城市中 广州新增的挂牌量上升的最高 环比上升了224.3% 而上海和深圳 环比上升也分别达到了 196.5% 和135.5% 具体到各个城市 相比去年年底 重庆从11.4万套的房子 增加到了14.4万套 就是抛盘 成都也从10.8万套 增加到了13.4万套 广州从5.9万套 增加到了6.6万套 杭州从5.3万套 增加到了6.2万套 而深圳仅中介机构 再售二手房的数量 就突破了3万7千套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挂牌的房源量增加了4千套 这是深圳 还是火热的深圳 就已经有这么多抛盘了 大家想想 可以说灾情之后的中国楼市的抛售潮 基本上已经到了 为什么楼市二手房挂牌量飙升 为什么这么多人开始抛房呢 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抛房的原因 一般而言楼市挂牌量飙升的背后 要么是房价经过一轮大涨 高位变现者越来越多 要么是在经济冲击之下 高杠杆炒房的人已经无法支撑了 还有种可能就是未来不确定性预期增加了 现金流普遍感到紧张 所以市场抛盘以变现流动性 高位套现其实很好理解 自从入市以来到2017年 中国的房子价格整体上都是在上涨 不管是因为前期实体经济上行 还是2015年之后印钞机来推动 整体来说都是可以获得账面收益的 房价也都是在上涨的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通过不停的买房 都可以让自己的资产达到一个很可观的水平 尽管是没有套现是账面上的资产 但是到了2018年2019年 中国政府因为担心楼市的泡沫太大失控 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 所以开始推行所谓的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 就我来看了 这两年房住不炒这个战略定位 执行的还是非常严格的 你像今年有些城市出台政策放宽首付比例 然后放宽商住房的限购 最终都是被迫取消了 说明国家在严格压制楼市的反弹 这两年国家从房产开发贷 限购限售限贷等各方面 可以说在全面的打压房地产 加上实体经济下行 那么民间的需求也开始萎缩 所以这两年楼市基本上处于一种横盘的状态 这里是综合新房和二手房说的横盘状态 那么很多持有房子 还要承担比如说支付房贷等一些刚性的成本 在周数比很低的情况下 房价其实不涨你就是在亏 因为每年你还有贴很多钱进去 所以很多人选择高位套现二手房 而二手房下跌的城市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当然除了高位套现 二手房抛盘大增的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高杠杆炒房者杠杆淡裂的压力 经济向好的时候房价上涨 那么房子好租也好卖 不管是用租金来维持你的高杠杆炒房 还是说炒房客用其他的途径的收入 来填补炒房的资金 可以说都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 灾情冲击之下了 房子你租不出去 租出去了也没有价格 而且还要还银行的房贷 用租金维持炒房这条路 可以说是越来越行不通了 而经济整体下行 很多人其他渠道的收入来源 已开始下降了 或者是断掉了没收入了 那么他也无法维持这种炒房的成本 不能将自己正常的收入填到炒房里面来 所以这是第二个渠道被断裂了 毕竟银行的信贷资金 它的成本也不低 在没有租金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支撑的情况下 房贷的压力还是不小 抛房回农资金 降低杠杆可以说是很多人的选择 我说高杠杆炒房 很多朋友可能没概念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高杠杆 国内利用信贷卡借款炒房 可以说比较有名的人物 有一个叫Ocean 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有 有一个粉丝在2019年7月份 就给他提了一个问题 说我在二线的省会城市 去年比较激进 那么他说的去年应该是2018年 他说他露宿的买了1000平米的房子 家庭负债达到了多少呢 850万元 这是去年 而2019年呢 他又在深圳买了一套 又增加了430万的负债 现在他的总负债呢 已经达到了接近1300多万 那么现在呢 他的净还款 每个月的净还款 要达到了7万人民币 而他的家庭年收入呢 只有40多万 他说他现在手头只剩下80多万 信用卡贷款呢 夫妻两个人全部都用上了 已经接近了极限 高达200多万 大家想用信用卡贷款套现了 200多万了 200多万了都投到炒房里面去了 所以前期节目里面 我说的银行的风险的时候 我提到了信用卡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所以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个信用卡的杠杆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现在他开始有点慌 他说感觉必须要卖房才能活下去 他问的问题就是 是抛售本地的房子好 还是抛售深圳的房子好 大家如果没有听过这个例子 可能还真不知道有加这么高的杠杆来炒房的人 我们看一下欧神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欧神他就说 淡计不要降价抛房产 熬下去 你手里的资金足够撑一年 一年之内再办80万的信用卡毫无压力 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粉丝按照欧神的这个建议操作下来 到现在会是什么结果 再办信用卡继续撑他的房子 而现在房价开始大跌 而且成交量也是萎缩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极端 他也是温欧神 他说这两年他在拼命的建仓买房子 目前总资产接近3000万 重庆就有840万的房产 其他的房产都在本地的二线城市 虽然资产有3000万 但是其中的负债就有2460万 主要是抵押贷 消费贷和信用贷 他现在每年要还款240万元 但是他现在每年的收入只有25万 手里还有现金120万 他说他的信用卡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 已经没有空间了 他说现在他的杠杆比例有些高 很害怕 希望指点 大家想想 自己年收入只有25万 就敢贷款2400万来炒房 这是什么概念 我不知道现在灾情 对他的25万的年收入有没有冲击 但是按照目前全国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产价格普跌的状况 挂牌量在翻倍的状况来看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绝望了 刚才给大家举这两个例子 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全国杠杆炒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 那么一旦房价下跌或者是经济下行 这些杠杆淡裂起来是非常之可怕的 抛房潮肯定有这些高杠杆炒房的功劳 二手房抛售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就和家庭有关系了 前面我也讲过 目前失业是非常严重 很多家庭已经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不排除他们通过抛售房产来还房贷 缓解目前的财务危机的可能性 当然房子如果卖不出去又还不上贷 那么剩下的一条路就是什么呢 选择断购 这一点我在前面的节目也都讲过 任何一轮楼市的上涨 除了需要政策的强力刺激之外 也需要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支撑 那么中国今年的GDP 可能说将出现负增长这样一个基本面 是不可能支撑中国的楼市上涨的 至于政策面而言 现贷限购是关键中的关键 只要不动用一二线城市取消限购 降低首付 大幅度降利息 这样的大杀器 可以说楼市就很难启动 即使动用了这样的大杀器 这一轮上涨了 还受制于两个现实的因素 一个就是现金流是否充足 各行各业目前都受到了灾情的冲击 你像旅游 餐饮 住宿 娱乐 航空等各行业首当其冲 外贸同样是难置身事外 外贸现在受到的冲击也是非常之大 可以说于2003年V字形的反转 2008年强势反弹不同的是 这一次中国楼市的复苏 可以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收入恢复增长 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 更可能的是 这种复苏或者是收入增长 可能已经再也不会出现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 2019年已经是未来30年最好的一年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大杀器 这是楼市上涨受制的第一个因素 就是现金流的充足 第二个因素就是楼市杠杆存在很大的风险 2020年中国的楼市杠杆率 接近60% 这意味着居民总债务 已经接近GDP的60%左右 进一步 加杠杆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未来金融的风险是越来越高 刚才给大家举的炒房客的加杠杆的例子 可能不是普遍现象 但是也一定有很重要的代表性 很多人都在这么干 今年以来灾情爆发 中国百业萧条 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 楼市克雷说已经走到了尽头 抛房炒已经到来了 继续持有房子 已经没有获利的空间 高杠杆炒房更是无以为继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高位套现 甚至不排除我前面说的卖房移民 你看现在一线城市的抛房量这么大 大家想想这些资金会到哪里去了 他是买其他地方的房子吗 肯定不可能 对不对 很可能是出海 那么有的高杠杆炒房的客人 他就会选择断尾求生 抛售房产 还有更多的家庭 为了防止断供 会选择卖房 这就是为什么三月份 北上广升的抛房量 暴增翻倍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现在全国一线 二线很多重点城市 它的抛盘非常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月份可以说只是一个开始 四五月份 这种抛房求生的浪潮还会继续 特别是对于那些炒房客来说 很多抛不了房的人 最终只有把自己抛下去 开始跳楼 贪婪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今年和明年 那么这种代价会集中兑现 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能演的会员网站 3W点财经能演的全频.com 所有的音频和文字 都将放在网站上 供大家查阅 大家也可以到网站的会员专期里面 发帖提问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